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可能还有一点惭愧 我不知道我们两位有没有真正有这个数字 我在猜我们大概还没有那个具体的数字 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 其实刚才强调就是说 现在整个节能省电 应该是要从多方面的来鼓励员工的创意 我想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那真正的五指化 真正的把我们很多的行政作业 就是说能够尽量的用这个异化来代表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其实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了 因为现在都在谈这个异化嘛 所以我倒认为这个部分只是一个 就是说本来就应该要去推动的一部分 但是怎么样由这些部分呢 再去激荡员工更多的一些创意 我想可能这个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有吗 有没有衍生了员工更多的创意回馈呢 其实蛮多的一些idea 对对 就是甚至我们鼓励不同的单位 他们自己在整个 就是说节能省电上面的话 可以把很多的小小创意的话呢 都可以主动提出来 包含像这个手电 那个水龙头的这个水 就很多这些部分的话 我想虽然看起来是很小 但是一个企业的话 最重要的是一开始的时候 要怎么样能够去鼓励 鼓励这些创意 那你就会发现员工的这个创 这个创新的这个能量 其实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 是 刚刚您说到那个省电灯管 因为我们很多企业不愿意 就是全面的更新 就是因为考虑到说 第一次投资下的成本很高 那您是怎么来考量的 就是比如说要整个换那个省电灯管 可是省电灯管 或许比现在的电灯设备要来个贵 所以他舍不得一次把它全面的更新 那您那时候是大手笔的整栋楼都更新 您的考虑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还好 因为我认为现在整个大家在这一方面的理念 也已经都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把整个换成T2的灯管的话 我们是非常快速的 就是说其实整个T2的省电灯管的话 大概可以省掉80%的那个能量 100瓦大概可以变到20瓦 这个是 我以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了 这里有一个金钱 对对 这个数字挺惊人的哦 您刚提到就是 就是说把它换掉的话 有一个出质的成本嘛 但是我想它们要表达的是说 但是你省掉这个电灯 其实每一年的话可以省掉380万 是是 谢谢你们 对 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要更新设备的终极目标嘛 就是希望能够节省能源 那是不是请您的这一位同仁可以 大概 补充一下 需要一些那个设置的成本 但是这个可以很快的 在一年内就可以回收了 所以整个是非常的荒暴 哦 赞赞赞 而且在办公室里面 你们也落实这个资源回收 还因此建立起了一套废弃物 处理的原则了 那是不是也要请同仁回答这一部分 好 来 我们那个汇气物的处理原则 我们还分为那个电子汇气物 跟一般的生活汇气物 生活汇气物这边 我们内部会做分类回收 然后这边会配合实际这边 我们一起来做环保的回收工作 另外有关电子汇气物的部分 我们现在有推动 配合政府那个经济部有一个逆物流 或者说再利用的一个计划 透过这计划 我们把那个回收的电子汇气物 经过修整 然后堪用一部分 我们去做捐赠 这里面我们也成本那个实际大爱 这边很多的帮助 比如像帮我们找到那个 在拉拉山 圣山里头 一个高一国小 那个是非常迷你的一个学校 只有全校66个学生 实际这边找到一个这样一个 偏远的做事的一个团体 那我们把我们的电脑捐赠到高一国小 到那个地方 他们可以缩短他们的一个数位落差 另外一方面是可以降低这个 原来应该会去那个魂化炉 会去掩埋场的这些会气物 结果是因为延伸他的生命周期 所以获得更好的一个利用 感恩您的分享 我想起来 这个是2008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合作的 就是再生电脑 它的价值 希望工程 赞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典范 而且真的是可以延长悟命 这位是我们的品质长 也是我们的副永续长 那姓娟是我们的永续长 对 感恩两位的指教 好 那刚刚董长您还提到的说 其实你是有很多创意 鼓励员工们来节能啦 听他说啊 多走楼梯 也可以领奖金 不是领奖金啦 得奖品 就有机会抽那个脚踏车 现在爬一层楼是得到一点 那么每一个月的话 如果累积200点的话 可以抽脚踏车这样 200点一个月 那就是一天要走六趟 六趟多一层楼 这标准有点低吧 哇你们福利真的很好 一天要十层 要十层啦 十层楼啦 才一点对不对 对对十层 所以呢他们到了月底的时候啊 就可以来算一算自己得多少点数 对不对 没错 然后就抽奖 就抽奖 是不是 就有脚踏车可拿 当然 这个都是设计的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对 又不多又不少 然后是不是还有脚踏车车位 因为你给他脚踏车就鼓励他能够骑脚踏车当交通工具嘛 对刚谈到共乘以外其实包含脚踏车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不断的在鼓励的 这个都是对节能很有帮助 是 所以提供脚踏车的车位 我们公司也买了很多的脚踏车 是是 哇真的很赞耶 就是说整个企业都是遵循的同一个价值理念之下 然后切实的来做 工程要怎么做 我个人就觉得很困难 我不晓得说华硕企业是怎么来做到的 就刚有特别提到公司我们设计一套这个一系统 然后就是同人自己就可以输入你自己本身的柱子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的系统自动会帮他就是就是说推荐他他到哪个地方跟哪些人会合可以共乘这样子 刚有提到了 另外一个环保的方法就是要吃素 因为呢少吃肉的话是最有效可以减低温室气体的一个方法了 那董事长好像您自己本身如素好多年了 当时是为什么会开始吃素的 大概十年左右 其实也很自然 因为本身对佛法也很喜欢 自己的观念上很喜欢很简单的生活 那环福归真 所以十年前有一个晚上就是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曹师兄载我 然后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就开始一直吐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是不是时间应该到了 那那就因为我其实以前也吃肉也吃得很少 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蛮自然的一个事情 那我觉得吃素现在的观念大家也都越来越能够接受嘛 好 好